顶级豪华旗舰房车终于来到了马来西亚市场 在我身边的这一台就是刚刚发布的 Mercedes-Benz S5801 它采用的是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并且以 CKD 的方式在马来西亚贩售 虽然暂时没有价格 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会带大家看看这台新车有什么卖点 由于这一次本地的 S-Class 算是顶级版的车型 因此它配备了这个 Digital Light 流星大灯 它拥有6颗 LED 组成的主要灯源 并且透过130万个微小镜片反射出来 因此它的视觉效果非常的惊艳 在夜晚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灯真的是光彩夺目 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这个硕大的水箱护罩 中间有一个钢筋黑的材质 这个是它前车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以及自动紧急刹车的感应器 当然在这边也少不了这个 Mercedes-Benz 经典的力标设计 作为顶级的车款 这台车的车程尺码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尤其是它的轴距已经超过了3200mm 所以可以想象到它的内部的这个乘坐感受是非常出色的 另外也因为视觉的关系 它配备了一个19寸的轮圈 大家觉得这个轮圈够高贵吗? 尾灯的部分 全新的 S-Class 采用了这个 OLED 的尾灯组 同样的营造出了非常出色的视觉效果 夜晚的辨识度也非常的好 大家觉得这个尾灯的辨识度如何呢? 其实搭配了它这个非常优压的流线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个会是全新的 S-Class 最好看的这个角度 为了营造出更好的风足系数 这台车采用了隐藏式的把手 因此它的风足系数低至0.22cd 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的 这样的设计不仅仅可以大幅降低这个车辆的风噪声 也可以加强加速表现 接下来我们看看内部的空间 这个内部的设计采用了 Mercedes-Benz 全新的家族化设计 非常的有科技感 尤其是这个超级大的触屏主机上面 不仅显示效果细腻 而且它简化了一切的按键 让你的整个设计看起来非常的简洁 重点是这个荧幕的材质采用的是 OLED 也就是说它有高亮度以及高对比度 就算你在户外大太阳底下 这个荧幕也不会因为亮度或者是分辨率不够而看不见 除了这个科技感很出色之外 大家可以发现到这台车其实没有了抬头显示器 这是为什么因为它支援了这个3D显示效果 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3D眼镜 你就可以以螺眼3D的方式 看到这个荧幕跟这个screen有3D的效果 不过大家觉得这个功能会不会实用呢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另外一点我要称赞的是 就是这个前面的座椅舒适度非常非常的出色 我的身高是180公分 我坐下去你可以看到整个椅背是非常非常的服贴 如果我说这台车是顶级豪华旗舰应该有的水准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会反对吧 这个内装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指纹解锁 你可以用这个指纹解锁来帮你的车启动引擎 是不是很方便呢 S-Class严格来说它就是一台老板车 所以在后座的这个铺层上面是非常的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台车是一个2加2的座椅设计 后座的乘客它的座椅的舒适性 严格来说比起前座还要更为出色 长途驾驶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享受 而且为了这一个娱乐的关系 所以它前面还配置了一个独立式的荧幕 当然这边也是会有一个触控面板 但是目前这个触控面板不见了 我们也不知道它去了哪里 可是如果这个触控面板在的话 你可以用它控制一些车辆的功能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冷气出风扣 你可以在这里调整独立的风量跟温度 甚至这个冷气吹的角度 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调整 至于在引擎的配置方面呢 这款车采用的是3.0公升的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满力表现是367HP 峰值扭力表现500Nm 匹配9速的9G Touring 自排变速箱 因此可以提供一个非常顺滑的行驶表现 而且不要看它是一台行政房车 它的加速表现也是非常的犀利 根据官方的数据 0-100的加速只需要5.2秒 这样的加速表现你觉得满意吗?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新车介绍 因为现场的环境有一些吵杂 加上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能够做得比较有限 希望大家谅解 不过在以后有机会的话 这台车我们会借出来 为大家做一个完整的试驾 请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在离开之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Kid 感谢观看